针对AT Capital原负责人余某一涉嫌性侵于3月9日被杭州公安立案调查 有网友称余某为蚂蚁集团高管 蚂蚁方面作出回应 3月28日 记者从蚂蚁有关人事处获悉 余某曾是蚂蚁外派至海外基金及AT Capital的工作人员 今年3月6日向公司提出离职 目前已半截离职手续 该人事称 今年3月6日 余某因个人职业发展原因 向公司正式提出离职 并在3月21日半截离职手续 在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期间 当时女生家属于3月17日到公司提出与余某沟通的诉求 公司要求余某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目前警方也已经介入处理 一切信息以警方披露为准 公司对于违法违规及不道德行为一贯绝不姑息 据公开信息 余某是RT Capital的创始合伙人 该基金专注于区块链等领域的投资 据官网RT Capital由分别位于柏林 新加坡和上海的三名创始合伙人领导 3月26日RT Capital在推特上发布一则声明称 余某目前正面临一些个人问题 这些问题正在接受调查 该声明表示 余某已不在RT任职 但该公司将全力配合有关单位调查 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和结果 等待司法程序公正的判决